美國職棒大聯盟消息 我國的旅美投手王建民 今天遭到紅人隊下放小聯盟 開季只能夠從3A出發 球技中再尋求重返大聯盟的機會 而另外一位效力在釀酒人隊的旅美左投王維中 今天在釀酒人隊洛基的熱身賽首度登板先發 王維中只投了2.2局就丟掉了3分 而最後釀酒人贏球王維中無關勝敗 距離紅人隊今年球技的開幕戰 只剩下11天的時間 調整陣容勢在必行 紅人已經宣布要將三位投手和一位野手 下放到小聯盟春迅營 我國維美投手王建民也在下放名單之中 和劍在同時遭到下放的另外兩位投手 都不在紅人隊的40人名單當中 不過王建民是唯一有大聯盟經驗的投手 劍在這個月底將要滿34歲 加盟紅人之後 在春迅一共出賽了3場 戰績一勝一敗 主投的7局當中被敲出10支安打 但也送出了7張老K 而且沒有投出任何的保送 丟掉的4分當中有3分是擇失 累積防禦率是3.86 表現只能說是差強人意 紅人最後決定先把王建民下放小聯盟 和簽約時的預期落差不大 只要開季之後 大聯盟的先發投手出狀況 現在隨時都有可能上來救火 據效力釀酒人的我國左投王偉忠 前面6次出賽都是後援上場 防禦率維持在完美的0 釀酒人教練團為了要測試王偉忠 讓他首度在春迅登板先發 結果面對洛基隊 王偉忠只投了2.2局 就被敲出了5支安打 還包括一發洋春炮 不過他也標出了兩次的三陣 而且春迅到現在都沒有送出保送 只可惜丟掉了3分 讓防禦率上升到2.45 最後釀酒人還是以4比3打敗洛基隊 而王偉忠無關懸敗 值得一提的是王偉忠 在這場比賽的三局上半 首度以打者身份佔進打擊區 結果他成功用犧牲觸擊推進隊友 也為這次先發留下難得的紀錄 有點TV這位人綜合報導